您覺得就是美國政府他為什麼要在此時辦這樣一個活動 特別是川普政府一直他們提倡的是美國優先 他為什麼會辦這樣一個全球性的一個宗教會議呢 實際上川普執政一年多以來我們已經看到了 他的美國優先並不是說孤立主義 最早的時候有人把它解釋成孤立主義要回溯到美國來 並不是的 而是說美國在國際上雖然要承擔這麼多責任 但是希望呢一個是盟國也要分擔同樣的責任 另外一個呢就是美國被其他國家 特別是一些像中共這樣子 長期不公平貿易所欺負的時代過去了 就更多的是這樣的就是說他並沒有想佔別人的便宜 但是呢所有美國優先的話呢一個就是說 就是因為美國的利益在全球 要維護一個正常的全球的國際秩序 那麼就要這樣做所以呢美國優先 同時關注國際人權這個不奇怪 另外一個呢美國立國資本就是宗教信仰 這次在這個部長級會議上 無論是這個國務卿還是這個美國副總統都說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這種權力是 是神給的 上帝給的不是什麼人給的 所以你不能把它剝奪 那麼另外一個呢他們也再三強調了就是說 國際秩序每個國家每個地區 沒有了宗教迫害 他的經濟發展也會好 他的這個地區也會穩定 所以這個宗教迫害直接和這個動亂是有關係的 那動亂實際上不符合任何國家的利益但是有些國家他喜歡搞 但美國 作為就是 國際警察嘛 他就希望這種 亂不要有 那麼 如果大家都能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話呢 那這種動亂就會減少 所以這是符合美國根本利益的 那麼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要這樣做呢 關鍵問題呢跟這個其他方面美國的這個策略是一樣的就是 在這個國際組織裡面就是 多邊集團裡面 有一個問題就是 以票數為主 美國也只有一票 那很多 這個侵犯人權的國家或者在貿易上不公平的國家 他票數多 他抱成一個團 一投 一表決美國就沒有辦法 所以美國在這種情況下 無論在經濟上 我們在經濟上已經看到了 他取消了很多多邊的組織 甚至現在 世貿組織基本上架空了 他分別跟人家簽訂 然後就是按中國現在最流行的說法就是美國就退群 退了群以後呢 他不是退了群就拉倒了 他退群以後重新組群其實 重新建群 重新建群 符合這個 就是你認同我的理念呢 我們就再建個群 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 不僅在經濟上 這個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在人權問題上是同樣的做法 就是說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 這個川普總統上台以後呢 整個這個外交政策呢 有一個大的轉向 包括在人權問題上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之前不是退出了這個 人權委員會嘛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那麼現在呢就是 是用這種方式來建立一個新的群 同樣是關注 國際上各個國家的這個 宗教自由問題 但是呢我相信 這種 就比原來的那個結構啊 要有效得多 因為原來你話都說不了那個 那投票全都被那些 這個人權侵犯的國家 可以佔據主動了 所以美國沒有辦法 現在我覺得 它是建起一個新的機制來 所以這個會議呢 相對來說就非常重要 因為它就不僅僅是說說而已 而是真的要做 是不是部長級的這個會議的規格 也是相當高的呢 這是美國 召集的大概應該算是級別最高的 因為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啊 他不見得都是部長去 很多國家就派一個 一般的代表就去了 他只要有投票權 那關鍵在這次呢都是級別比較高的 就是說 基本上都是部長 副部長這一級的 來 當然還有很多人權組織啊 還有 各個 被迫害群體的代表啊 這都有 從級別上來說的話 不級別了就這種形式在美國歷史上就是第一次